最近的日子啊 算不算很好 满大街的人都在那匆匆的跑 东西河南被打架都很明了 谁也不会轻易放弃每一个目标 最近的日子啊 算不算很好 一见面都有着满脸的笑 春夏和秋冬花开花了多少 谁也不愿轻易放过每一次的心跳 给一杯的情感住个海潮 让无助的人们又何依靠 虽然这世界越来越热闹 善良的你总会有好保 血液来越来越来越多的心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呀 我立刻就走人 就是 今天的下雨跟昨天不一样了 大众明星嘛 四姐 我发现这两天你一和下雨说话 就醋溜溜的 是不是 让她也给你介绍一份工作 到这里来干干 我 你读过庄子的秋水片吗 知道里面说的那种鸟吗 非梧桐不止 非练食不食 何况一只死老鼠 四姐 你说话也太损了吧 没办法 爹妈给的 咱们 我给她们 我给她们 哎 没事儿 走吧 我们上那边看看 您坐這兒 再帶上這個 這不會有電吧? 沒事, 您放心 我覺得下雨的水平和過去不一樣 這環境就是改造人 王蘇, 你看下雨, 地位變了 還跟過去一樣 不像你, 腰裡別個臂肌就撬尾巴 那當然, 我早就知道 只要您在任何一個人身上 發現一件優點 就立刻可以在我身上 找出一件相應的缺點來 下雨, 這些都是聽眾來信 可不, 接不完電話 再加上這些信, 煩不煩 四姐, 我發現你挺適合幹這個 要不哪天你來客串一回 我?幹這個? 真的, 四姐 我覺得你幹這個真比我合適 是 喂, 您好, 這是下雨熱線 我能幫你做點什麼嗎? 朋友,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這已經是您第三次來電話了 我想你一定需要幫助 你有什麼困難就跟我說 相信我一定會盡最大努力的 怎麼回事? 不知道, 今天是一天三回了 不會是流氓吧? 大媽, 您別嚇唬我 最近這社會上是不大太平 都九點半了, 我得走了 去接女朋友 王松, 等等我, 咱們一塊走 就像最近那幾個案子鬧的 一走夜露我頭皮就發麻 還有我 大媽, 您就算了 您這麼大歲數 年歲大怎麼了? 年歲大更是革命的寶貴財產 這都哪跟哪啊? 快走吧 別接了, 都幾點了? 那哪成啊? 要是有什麼人需要幫助呢? 我來進去 喂? 我是下雨的領導 好, 請問您有什麼事需要幫助 怎麼回事啊? 不會真是壞人吧 我的媽呀 大媽, 大媽 我來 朋友, 您有什麼事嗎? 也許我們幫不了您什麼大忙 不過至少我們願意聽您傾訴 您想啊, 您心裡有痛苦 跟我們說一下 心裡也就痛快了 是嗎? 我希望被一個人看著 我希望被一個人看著 現在?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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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這樣 你把你的地址告訴我 好的, 這樣啊, 朋友 你呢, 先給自己倒一杯開水 然後呢, 安靜地坐在那兒 我十分鐘就到 好嗎? 好的, 就這樣啊 四姐, 你真的要去啊 你也不想想 現在都幾點了 你談完了怎麼回家呀 沒辦法 你想想 他鼓了多足的勇氣 才說了這幾句話呀 要是今天不去 明天會出什麼結果 一具僵尸 王松 少在這兒賣弄你的幽默 四姐, 路上不安全 人生下來就從來沒安全過 不是也長大了嗎 走了 好 今年的先進是思潔的 二十五塊錢獎金也是他的 你們誰也別眼紅啊 你這個時候 你還給得知 他是這個人 大手 你還給他的 他支援 你已經叫他 有 有人吗 有人吗 你就是林芳吧 你看 我来了 不是,你怎么可以 你绑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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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你绑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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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姐 四姐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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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这儿还救人呢 哎 别闹了 哎 什么事啊 我别问了 我现在没法说 怎么回事啊 咱们得回去 回咱们中心去 现在 就现在 快走快走 你们想想 再过一个星期 他就要当新娘了 可突然呢 一切全毁了 这万恶的流氓 咱们要知道他是谁 非派王松去收拾他不可 派我 不派你还派我 没错 危险的事情有我 四姐 你怎么跟他说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 他恨死那个流氓了 他想去报案吧 又怕这个事张扬出去 他呢 想跟男朋友说 又不知道男朋友 会是什么态度 不能说 千万不能说 女孩子出了这种事 苦水咽在肚子里完了 宁愈要紧 在他男朋友那儿 更得把嘴病得紧一点 要是男人知道 女人被流氓糟蹋了 还不扭头就走 大妈 您怎么也静默者黑啊 我们男的就都那么可恶 不这么可恶 汪松 要是你女朋友出了这种事 你怎么办 您还千万别做这种假设 我就这么说嘛 四姐 咱们得马上找他去 告诉他 这种事就到咱们这儿为止 亲爹亲娘也不能说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 一个女人受了害 反倒成了她的耻辱了吗 这确实不公平 可这呢 是社会的现实 四姐 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 你们想想看 为什么那些流氓 能够为所欲为 就因为那些受害的妇女 忍气吞声 前几天呛给的那个家伙 你连作案十多起 这十多个受害的妇女 一个说话的都没有 如果他们中间 有一个站了出来 也许就不会有 那么多受害者了 这不正说明 这案报不得吗 既然已经这样了 还张扬得 人人都知道 然后呢 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 盘问指认作证 噩梦要一遍一遍地重温 伤口要一遍一遍地被撕开 太可怕了 这对任何一个女人 都是残酷的 还有她未婚夫 以前把她看成嫦娥似的 冷不定地出了这事 就算不跟她散 心里也像吃了个苍蝇 以后的日子 让她怎么过 夏宇 你还年轻 这种事不能让男人知道 杀了头也不能说 可是这公平嘛 一个男人遇到一个歹徒 搏斗中她挨了一道 人们会说她什么 英雄 一个女人为了保护自己 殊死的搏斗过 她打不过一个男人 受了侮辱 就一下子变得下贱了 也许社会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女人都承认她合理的话 这种现实永远没法改变 让我们表决吧 赞成说服她报案的举手 王总 您 您别再说了 您什么也别再说了 这么半天了 我一直在想 假如我是她的男朋友 我该怎么办 答案只有一个 假如我嫌弃她 我现在就离开她 我 我还是个男人嘛 我又比那个流氓 又好在什么地方呢 四季 你也变卦了 你不替她瞎了 大妈 别问了 举手吧 那可怜的丫头 这个怎么办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你们知道我刚才都怎么想吗 你们要谁也不举手 我就从这个门走出去 走了以后我就再也不回来了 夏琳 应该谢谢你 刚才你那番话 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增加了信心 我想 咱们一起和那个姑娘 来经历这一切吧 看看这个世界 到底怎么回答我们 你们进去吧 你们进去吧 我跟王松在这儿等着 有了情况及时告诉我们 按好照见 我也要啊 那边怎么应该怎么办 它就 Auckland 你怎么办 我才能打电话 Sap finan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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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带 我便宜 你怎么办 这就是夏宇 你好 我是夏宇 我们在电话里面已经认识过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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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夏宇 我们在电话里面已经认识过了 你好 行 你也是 你也是 是 赵 你也是 是 ерх宇 给我 冬季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这个时候 你不希望她在你身边吗 我不能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我不敢想 林芳 关于报案的事你是怎么考虑的 我和我的同伴一致认为 你还是应该去报案 当然了 这对你很难 不过 我们总不能让那个家伙 逍遥把外吧 林芳 你想一想 那个家伙他害了你 给你的精神上 带来了永难平复的创伤 难道你不愿意看到他 受到法律的制裁 得到应有的惩罚吗 我想 我能不想吗 我做梦都看见那张脏脸 被一颗子弹打得粉碎 可是 报案以后会怎么样呢 会得到公安部门的帮助 他们会抓到那个家伙 让他为他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 可是我呢 我怎么办 你受了害 这不是你的错 你完全不必要自亲自贱啊 可是 可是社会上 不错 社会上是有这种偏见 可是我们女人活着 不是为别人活的 重要的是自己看重自己 那些伤害你的 必须叫他们付出代价 那些轻视你的 你可以把他们看得一钱不值 这才是真正的人的活法 好吧 我们现在来设想一下 假如你忍气吞声 假如你装作什么时候都没发生过 那会怎么样 那个恶公还会在社会上为非作歹 残害像你这样的女孩子 她会为你的软弱感到得意 她那张丑脸乐开的一朵花 你想到这些 不会感到气氛难平了 也许 你瞒过了周围的人 瞒过了你丈夫 可是你并不能改变这事 已经发生过的这一事实 它发生过 你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 你会为她痛苦 为掩盖她编制一个又一个的谎言 永远生活在惊恐自卑和提心吊胆之中 你的伤口永远在流血 你想到这些你会痛不欲生 你就愿意选择这样一种生活吗 你不愿意经过一阵阵痛 然后让伤口愈合 坦坦荡荡地做人吗 林芳 夏宇说得很对 当然了 这个选择对你来讲很难 不过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好吗 这样吧 我们会和你一起来度过这一关的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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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 好吗 为什么 伤害你的并不是他呀 你去让他嫌弃我 我还会 哎呀 来来来 林芳 来 坐下 来 坐下 你怎么知道他会嫌弃你呢 他爱你 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会弃你远去吗 他是这样的小人吗 林芳 告诉他 让他自己选择吧 如果他真的爱你 他会比以前更加十倍地爱你 保护你 他会吗 我说不行吧 出了这种事 谁家的丫头愿意张扬 您就少说两句吧 人家就心里都快 咋吧 您看 您看 他同意了 同意了 你瞎嚷什么 是下雨吗 是是 就是该死的眼 丫头 你闯过一关了 咱们 咱们还愣着干什么 该看咱的了 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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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这种工作还得靠我 好 好 好样子 真是一好哥们 哪个哪个是啊 这我还用问呢 这全场不就他姨的大人吗 我怎么看着都小孩子 不行不行 我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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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叔 工作第一 工作第一 走 站住 好球 你看 这有点意思 哎呀 这叫什么球赛呀 还没有结果呢 就完了 你还要什么结果 你今天是干什么来的 球打得不错 您是 介绍认识一下 我姓王 叫王松 我叫杨金英 是恋爱婚姻家庭 咨询服务中心的 你好你好 我们今天来 是对你进行帮助的 帮助我 恋爱婚姻家庭 对 对不起 恐怕我这儿 是用不上你们了 用不上 谁敢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认得不错 你就是林芳 首先我要说的是 谢谢你 你知道 我们在破获此类案件中 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就是受害者不肯与我们合作 就是受害者不肯与我们合作 只是许多 本来可以受到惩罚的恶棍 得以逍遥法败 女主任的评认为一遍 合作 叫做 例外 特别像 我都会让你 control 还有你的工作 还有你的帮助 让我们一起努力 好吗 我需要做什么 好 你看 这是我的同事 一会儿 你把情况和他说说 说得越详细也好 哪怕是微小的细节 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 接下来呢 我们根据你提供的线索 寻找嫌疑犯 我们很可能 把其中的一部分人 带到你的面前 让你辨认 不是要给当事人保密吗 咱们完全可以不告诉和珊哪 我就把他们追回来 已经来不及了 再说了 林峰已经做出了他自主的选择了 警察同志 这案能破吗 你想让我怎么回他的 警察同志 您都看到了 他马上就要结婚了 碰到这么个事 我们希望 不 我们恳求 哪一个歹徒作案 伤害不是人间最美好的东西 我可以这样告诉你 我的女儿和她一样大 我会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 你们都是热心人 是吧 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们 一百个热心人围着她 不如她最亲近的人 在这身边一站 不 不可能 这有谁在造她的谣 我才刚刚两天没有见她 两天没见 我们结婚那会儿 一会儿不见都不行 你倒好 两天没见她 怎么样 出事了吧 要说呀 这事首先怪你 何老师 你打算怎么办呢 你说什么 我说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 我 我 我不知道 何山 你可不许嫌弃她啊 什么是真正的爱 刚才我不是教育你了吗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林芳很痛苦 她正等着你呢 你们别逼我 别逼我 别逼我 什么 逼你 我们不逼你 你不是往死路上逼她吗 大妈 这会儿叫七娘也不行 我告诉你 来之前 我就下定决心了 你要是去了 什么事没有 你要是不去 王松 把她放倒了 大妈 王松 你怕了是不是 您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不动 我自己来 我困了她去 您这儿困了她去 那不是骂人家林芳吗 何老师 我看这么办 何老师说要想一想 那就让她想一想吧 遇到这么大的事 还能不让何老师想一想 咱们先走 不过何老师 现在林芳可是最需要您的时候 好 休息吧 你能抓到她吗 你能抓到她吗 我无法给你打保票 但是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事情 昨天 我们刚刚抓到一个杀人犯 你知道第一次 她是什么时候作案的吗 二十七年前 我还没有结婚 二十七年前 我还没有结婚 二十七年后 我已经两病斑白了 小林 相信这一点 任何罪行 最终是逃脱不了惩罚的 好 我们走了 小林 我相信 你是一个勇敢的姑娘 过了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饿了吧 我给你做点吃的 我不想吃 那你先睡一会儿吧 林芳 你男朋友肯定会来的 不会的 会的 他一定会的 大妈 王松呢 刚才他还在我后边走着呢 他男朋友呢 他 他这会儿忙 你们看看 多俊的姑娘啊 小林 那号狼心狗肺的东西 根本用不着留恋 等这案子破了 大妈给你介绍一个 他不是中学教师吗 大妈给你找一个大学教授 比他强一百倍 气死他 谢谢你们 我有点累了 你们先回去吧 岳上 我 小我 你 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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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 不会的 走吧 大妈 兄弟 从现在起 咱俩人可就是铁哥们儿了 我是研究什么的你知道吗 我是研究美学的 美学里头有一个叫残缺美的 你懂不懂 你不懂 你不懂就好了 我就可以撒开来讲 什么叫做美学里的残缺美 就是说 一样东西有了残缺以后 比那个完美的东西还要完美 咱们说点简单的 说你见过的 维纳斯 维纳斯你总知道吧 维纳斯 商店里头为什么卖那么便宜 三块钱五块钱就能买一个维纳斯 为什么 就是因为维纳斯少一条胳膊 这就是残缺美 懂吗 残缺美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说了你也不懂 还有一个人 叫罗素 也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 罗素一个智子名言 说什么 说什么 他说 一个苹果 如果不被虫子咬 就不是一个好苹果 但是一个苹果 如果被虫子咬了 说明它是好苹果 它甜 林芳 就是一个好苹果 所以他才被虫子咬了 所以他才是他甜 你怎么打人呢 不管他不管他 他是我哥 他是我哥 别打他 四姐 我也决定独身了 中国没男人 一点都不错 没错 我觉得 天下乌鸦一般黑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包括我老头子在内 官不大 成天让我刺了 你老头子不好 不等于天下 所有的男人都不好 我干什么了 你干什么了 小绳活都准备好了 你偏不让用 这是什么人 同情什么人 我们男人 那叫真人不露像 不像你们 喝喝瞧干点事 全挂在嘴上 您怎么知道 我什么都没干 再说了 人家又没有说不去 人家只是说 让我想想 遇到这么大的事 人家想想都不行啊 怎么着 理解的执行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吗 对呀 在执行过程中 加深理解也不是完了 您再给他三天好不好 三天如果他再不来 我负责 还去找他 不行 他爱去去 不爱去算 谁也不许去找他 再说了 我们放着这么好的姑娘 又不是找不着婆娘 又不是找不着婆娘 我丑话可说到前头啊 谁要敢低三下四的去求他 可别怪我姓夏的脾气不好 没错 王松 我可告诉你 我姓杨子这几天心里也烦着呢 谁都没有什么事 他不许是 还不做传惜 吧 你那多乎都不许是 你我想照顾那加 misery 你后面就要做什么事情 有什么事情 给我给我找得到 这凭乎呢 我心里面有其他事情 他在等你呢 你们一定把我看得很卑微吧 可是我不是的 我知道 这个事很突然 你需要有个时间调整 我想去 我知道我应该去 可是 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 我觉得我应该一如既往 可是我怕他做不到 反而更伤害 这事对谁都很难 而且没人能帮你做出选择 只有靠你自己 可是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何老师 冒昧地问一句 您今年多大了 二十八岁 二十八 真年轻 不过我想 我想 要是 再过一些年 也许您就不会提这样的问题了 任这一生啊 什么事不会遇到 等到三十年 五十年过去以后 当你们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啊 也许就会发现 今天所遇到的事情啊 才是你们真正人生的开始 是吧 您说我该怎么办呢 不知道 我无法替你做出选择 不过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女人的感觉 一个女人啊 当她如花似玉的时候 得到一个男人的倾慕 是很容易的 但是 只有当这个男人 把自己这份感情 承担起责任 也就是说 她愿意 你从这个女人 一起面对灾难的时候 她们之间这种感情 才称得起是爱情 另外 我还想告诉你 你的林芳 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姑娘 值得爱的姑娘 事情发生以后啊 我曾经劝她不要去报案 因为我觉得那样 对你和她都要轻松一些 可是她不愿意 她不愿意欺骗你 在她最痛苦的时候 是对你的信心和爱 使她鼓起了勇气 何老师 我希望 我希望你如实地告诉我 你愿意让她对这个世界 失去信心吗 人的美德啊 就像天上的月亮 只要到了晚上啊 她才能发出亮光 人这一生 只有在面对灾难的时候啊 才能看出她的美德 何老师 在今天这个事情面前 你应该做出 什么样的选择呢 不如你 要得以选择呢 叫 Win 嗯 你不用害怕 我在电影上看见过 你看得见她 她看不见你 哎呦 我的妈呀 我是不是得心脏病了 怎么挑这么厉害呀 小林 那个坏蛋的模样 你还记得吗 我不知道 说不准 大妈 我怕 要不咱们回去吧 怎么了 林芳 你不想抓住她了吗 你放心 有我们跟你在一块呢 我没信心 一点信心都没有 这太可怕了 我受不了 林芳 你受得了 你比你自己想象的 要坚强得多 四季姐姐 生活有什么意思 一切都已经毁了 不好 没人能毁掉 只要我们自己去建造 嗯 你说呢 你自己新闻 你自己说 你自己想象的 哎 你们看 你们看看那傻小子 他来了 哎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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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又到了下雨的青春热线节目时间了 今天呢我邀请了我的朋友叶思杰 来和我一起主持今天的节目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勇敢 曾经有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很勇敢 但是直到今天我才懂得了 什么是女人真正意义上的勇敢 我们生活在一个还不够安全的世界上 当我们受到邪恶的伤害时 当我们决定把受伤的心灵 面对众人的目光时 我们该怎么办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片天上地球的夜色是一份勇敢的假装 愿人先要请人举杯向晴天为明天醉一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